前方紅燈亮起 騎士卻滴滴弄 彎過 路口轉角 最後停在路邊 不過它不是蓄意闖燈 而是電動機車失控暴衝 回想起來依舊余計猶存 非常恐怖啊 整台車是瘋狂大滑的 然後完全停不下來 那我最後是沒有辦法 就只能闖紅燈 還好沒有遇到車 事發在28號下午5點 萬華區三元街口 當時天宇陸華 車主騎乘最新款的電動車 疑似電子油門故障 突然大爆衝 由於電動機車 沒有鑰匙 無法熄火減速 車輛故障提示聲不斷響起 最後是靠著捏死刹車 手腳並用 連傳好幾個紅燈 最後趁達華TCF介入 趕快踢起側柱 才驚險停下 好像很多人都有類似的 電子油門的問題 有人已經發生過 然後修了也沒修好 他們並沒有大量的召回 那放著車主在外面 是承受這個風險 我認為很不應該 當事人的這台機車 才買兩個多月 騎步到300公里就出事 而且不只一位車主遇到類似情況 當事人認為電家處理非常消極 電動機車品牌則回應 此為個案實踐 在第一時間已經掌握狀況 或許將提供免費維修服務 車行老闆也點出電動機車 沒有鑰匙遇到狀況 第一時間應該這樣做 就緊抓著煞車 或是趕快把電源吸引 當事人認為應該是電子油門出問題 路上驚魂一路爆充 全車靠著捏死手煞車才逃過一劫 也呼籲車廠應該要全數召回 避免憾事發生 記者 陳雪范 郭惟宣 台北參謀報告